请问身体是踏腕具体应该踏到什么程度 在行义权里不管是身体势也好 还是这个任何功法也好 我都非常注重双节领劲 假如说这是你胳膊 假如说这是你胳膊 这是你的这个手 这是你的这个这儿 对吧 这个双节要是你不领劲 那么你这个练这个 就是这个宁果砖翻 这个筋 你是你看这烧节不领劲 你领不了 所以说这烧节必须得领劲 然后呢这么拧 长期这么拧 拧完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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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哈 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那个 我跟你俩对战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师父说了 你一口砖翻就进去了 你一口砖翻就进去 你进不去 你得平常的训练中 你这个筋都没起下来 你没赢 对不对啊 然后呢你把这个后天 后天说 你把这个后天之意 慢慢练成仙天的 别人一动手 砰一下这女进去的啊 懂吗 然后呢你这个筋那啥的都是在拧着的 所以说这个烧节领劲非常 那么在烧节领劲的过程中 那踏腕非常重 所以说呢 你看我们哈 我们有的时候踏腕 你都看不出来 你看你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踏腕的对吧 其实 其实呢 那么呢 如果说是 呃 你引着那腕后 说了踏腕后 就在这儿 嘿 那说完了 那不是那回事 多忙啊 那不是那回事 不是说我 我立的越越打越好 他练的劲儿就是一样 他是在这儿以后 我看到 在这儿以后啊 这个腕呢 一踏 这个掌心一含空 哎 这劲儿就起来了 你到孙中堂那个 他是立长 他孙中堂说是 满年战胜是 为什么立长 他练的劲目不一样 他称的筋不一样 因为孙中堂练的 八卦掌 八卦掌 这个掌 他都是要 他都是要这样 然后 他这个筋就这样 就过来了 懂吗 所以你看孙中堂 前期是这样 这样不是平常 他是有一个探外 懂吗 在这儿בח席腾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